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人生 两个男主长脸和大壮都是黑人 长脸是一个职业小偷 而且大壮则是银行人员 本来俩人八竿子打不着一块 但在一次禁酒令期间 他们曾经共同帮警长偷偷运输过酒 然而被发泄后反遭警长的无赖 说他们两个才是贩卖酒税的人 于是两个人为了赚这么一点小钱 就被判进了监狱 牢狱生活非常的苦累 甚至要做一些苦力 不过长久的相处下来 长脸和大壮也慢慢变成了好机友 这天长脸表示他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于是和大壮合计两人决定孕育 不过这一次都被监狱长给发现了 监狱长想用一个有趣的方法惩罚两人 监狱长询问女儿的意见 可爱的女孩说 那就让这些人去厕所里待着 于是大壮和长脸就从关监狱变成了未关厕所 这一关就是20年 期间吃喝拉撒都用锚坑解决 等到被释放出来重新回到监狱之后 大壮和长脸已经变成了中年男人 而监狱长的女儿却长得挺挺欲力 这天监狱长的女儿来监狱探望他的父亲 女儿穿了一条鲜艳的红裙子 就是这个小小的身影 吸引了监狱里所有男犯人的目光 女儿也和其中的一个小伙子眉来眼去 不久后回家的他竟然怀孕了 还生下了一个黑人孩子 监狱长气疯了 觉得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 为了弄清楚自己的女儿到底跟谁在一起 监狱长抱着孩子到处找犯人比对 结果发现孩子的样子竟然和长脸特别像 只是因为没有证据监狱长也不好发作 经过这么一闹 大家都知道他的女儿未婚生子 并且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于是监狱里的男犯人 争先恐后要求做孩子的爸爸 差点把监狱长气过去 另一边长脸和大壮从厕所出来之后 再次成为了苦力 并且长脸不放弃的筹划再次越狱 但可是大壮因为在厕所被关怕了 所以两人意见产生了分歧 关系也有些破裂 几十年之后两人百发苍苍 这天大壮在监狱受到了狱警的刁难 机智的长脸上前来帮帮解围 这一次使他们冰冻了几十年的关系 得到了修复 不过两人的意见始终没有统一 因为长脸依然想要越狱 最终大壮还是妥协了 两人在一天点燃了监狱的一间房子 想要趁着救护车来救人逃出去 等监狱里的人全都被抢救回来之后 监狱负责人开始侵电人数 却发现唯独少了长脸和大壮两个人 本以为他们在火场中丧生 然而早已逃出去的长脸和大壮 却再次过上了他们进监狱之前的理想生活 这是一部搞笑电影